各位,我是澳洲,澳洲豪威廉,大極世家豪威廉。 今天正在聽一些新聞,忍住了,又要說幾句。 總之,我公開地說話,是說說自己感想,還有發一些娜騷, 或者罵幾句共產黨,所謂粗口來說,吵咎一下中國共產黨, 吵咎他。這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到今時今日, 真的可以說是來救了,作為一個國家政黨,作為一個大國的政府,一個黨派, 號稱九千萬的黨員,吵咎媽,你連一個大使去美國,去別人的國家那裡, 竟然人家那個國家的政府的外交部,沒有人去機場迎接你的, 接待你的,是嗎?一個大使,新任大使,是嗎?去那個國家那裡上任,新任, 就是這樣,就算大好國好,小國好,什麼都好, 人家的外交部啊,政府啊,就會派個官員出來迎接才是嘛,是嗎? 為什麼?這一次,這個新大使,這個秦剛,到了美國, 竟然美國政府不理他啊,美國外交部也不理他啊,沒有人,沒有官員去迎接他啊, 我相信這個什麼接待他啊,或者請客啊,或者什麼啊,都不用指由美國政府的官員出席了,這一次 所以作為我們中國人,非常之可以說得悲哀的這件事,很可憐啊,共產黨就很可悲啊,很可恥啊, 所以我可以說得,共產黨政府做到今天,做到今天,做到今天,啊,所以我看上去覺得呢, 真是替中國人,替中國人民啊,唉,我可以說得好棒,有個這樣的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在這裡,搞到我們中國的面子啊,啊,都沒有了,哈, 還有一件事,在奧運會裡面,哈,最近的這個東京奧運會, 竟然會,有些運動員竟然會用,掛一個毛澤東的頭像,搞得錯啊,有沒有,有沒有搞得錯啊, 是不是中共的啊,共產黨叫他帶這個毛象章啊,還是他自己啊,總之兩樣都不妥了, 如果共產黨叫他故意帶這個毛象章出來,在奧運會出現的話呢, 那就證明共產黨非常之邪惡,可以說得邪惡, 如果說中國人那些運動員自己帶的話呢,可以說得非常之愚蠢,無知,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罪人,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這個已經在世界上已經公開了的了,是吧,很多世界上的不同民族的人啊, 大家都心照不算的了,有些是公開指責他的,有些人心裡面知道, 但是不出聲,表面不出聲,實際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知道毛澤東啊, 這個所謂說千古罪人,是中華民族,是一個童夫,是一個魔鬼,殺害了中國幾千萬人,這個是毛澤東啊, 所以竟然在奧運會那裡,竟然會搞個毛澤東的頭像, 掛個毛澤東的那個像,將一個牌子出來, 那些胡蘭亞嘛,來救了抱,我可以說得,總之,一句說話, 中國人,中國共產黨就肯定要倒台,要被推翻,一定會被這個世界人民啊, 所謂的淘汰他的,遺棄他,至於中國人本身來講呢, 中華民族來講呢,正是遭受這個一次這樣的歷史的大災難,天災人禍,是吧, 中華民族所謂的那些觀念啊,道德啊,倫理道德,人性人道啊,等等啊, 這一切啊,可以說得已經崩潰了,已經被毀滅了,已經摧殘了的了, 啊,所以說到最後,我也是這樣說,香港人啊,你不要希望, 留在香港還有什麼前途啊,啊,可以說呢,從個人來講, 是沒有前途的,你在香港,到頭來呢,你就做生意,就會被公司受益,啊, 你搞政治的,也就被綁炸,謀財害命啊,中共是一直以來都是用這種手段啊, 啊,對待他的人民的,剝削人民,壓迫人民,啊,壓榨人民的血汗,啊,啊,我想說多幾句, 但是很不舒服,因為今天本來很好天理的,但是我的肩膀又痛了,啊, 啊,五十年前被共產黨毒打,勞改,造成我的傷痛,是吧,五十年後發作,是吧, 坐在這兒都沒法得舒服,分就分不到,坐就坐得不舒服,啊, 啊,痛啊,那個舊傷啊,發作痛,所以我真的忍不住了, 啊,看看這些新聞,這些聽聽聽,哎,我都要說回幾句, 吊一下他,吊一下他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總之,只要澳洲政府,啊, 有表示,有命令,我們這些這樣的,所謂幾十年來, 遭受中共迫害,殘害,逃亡在海外的,在澳洲生活的這些,啊, 啊,過內人,我們一定會起立的,啊,我們一定會跟隨澳洲政府,啊, 啊,我們一定要聲討和徵伐中共本頁黨,啊,啊,總之, 看著,啊,啊,時間不多了,共產黨末日已到了,啊,我希望所有曾經遭受中共迫害的人, 我們要陪同,目前這個中共病毒,啊,全世界人民要向中共追討索盤,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都要起立,前幾來,我們一起要向中共追討索盤, 我們幾十年來,在中共統治的中國人民,我們的前輩父母,是吧, 生命財產,我們都要向中共討還血制,是吧,向中共討還血制, 所以,我希望,我們這一部份的人,這一部份曾經在中國大陸遭受迫害的, 我們是家破人亡的,這些這樣的後代子孫,啊,我們在澳洲生活,啊, 我們在澳洲生活,但是我們到今時今日,我們都要向中共追討,啊,要向中共討還血制,啊, 所以,我又再說多一次,希望大家團結起來,啊,我們互相之間要團結,啊,啊, 我是澳洲學會來,啊,澳洲學會來,啊,多謝各位,啊,今天要說幾句,啊,